好,我們開始上課 請翻到156頁 157頁 157頁的範例一 Hello,各位有看到嗎? 可以請各位出個聲音嗎? 有沒有翻到157頁 157頁這頁也是完全非彈性的碰撞 昨天提到說完全的非彈性碰撞就是 碰完以後會合成一體 合為一體 但是它不是馬上就停下來 我們說那個彈性碰撞它就是 彈以後動能會跟它彈之前 碰撞之後的動能跟碰撞之前的動能會一樣 那如果有不一樣 碰撞後、碰撞前的動能有不一樣 那就是非彈性 那只要它有少一點點就算是不一樣 碰撞後的動能跟碰撞前的動能 只要少了一點點就算是不一樣 就算是非彈性了 那可是它最多可以少多少 最多最多就是它撞下去以後沒有再彈開了 本來它應該會記歪然後彈開 就是有點像彈簧 但是如果它撞下去完全都沒有再彈開 那就是屬於極限的情況 但它並不是說撞下去就完全動能都不見 它並不是完全動能就 撞下去就沒有了 那這個整個系統呢 動量守恒 因為合力為0 整個系統動量守恒 這個系統只有A對B的力 B對A的力而已 所以動量守恒 那這樣的話它撞下去就應該還會繼續有一個向右的動量 所以最完全的非彈性碰撞就是 撞下去以後黏住然後一起往前 那一起往前的速度就會是剛好是直心速度 剛好是整個系統的直心速度 那麼這一體它是用一個質量為M的球去撞一個質量2M的球 它是把它拉高 那這邊是30度 跟水平線加30度 那這樣盪下來 那長度是L 這段線的長度是L 讓它當下來去撞一個2M的球 那第一小題它要問的是 碰撞前的速度 碰撞前的速度的大小 速率 因為它沒有問方向性 所以就是速率 那就是說這個在撞之前呢 它會有一個速度叫做V1 那這裡有V2 但是V2是0 那它要問碰撞前的速率就是求這個V1 那這比較簡單嘛 這只是未能換動能而已 就掉下來未能換動能 這個是上一次期中考的 內容 好 那就用動能 未能換動能 我們上一次的範圍有想力學能守恒 我們上一次的範圍有想力學能守恒 我們曾經提說 重力的做工是跟路徑無關 所以它這樣盪下來 跟直接掉下來 會得到一樣的動能 因為張力不做工 張力在整個過程中 張力都是垂直它的運動方向 整個運動過程中 這個張力 它的方向 都跟你的速度垂直 都跟你的速度垂直 張力不做工 所以只有重力做工 只有重力做工 而且重力的做工 跟路徑無關 那你就直接用動能 未能換動能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的是 那這個高度是多少 這一段高度如果可以求得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算出 它的位能有多少 它位能有多少 你可以算它動能有多少 那就可以算速率了 它的提示就是這裡是30度 它這裡是30度的話 整段長度是L 那這樣子畫一條線過來 那這一段其實就是L的cos60度 或是sin30度 這一段 它的圖形是長這樣的 這是25% 所以這裡是20度 三十度 那整段是L 那這裡就會是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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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等於是從這裡 如果掉下來了,這段也是L分之二 因為整段是L 整段是L 整段是L,然後這一段 它在這一個邊 它這一個是三角形 所以這個邊是斜邊的一半 所以這裡剩下的就是L分之二 所以位能其實就是NG乘以二分之L NGH 然後又換成動能 等於二分之一 MV平方 所以這個V 就會等於 V1 就會等於根號的NG 應該沒有算錯 對 V1就是根號的NGL 沒有N的 就是根號的GL 這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就是碰撞之後 碰撞之後 碰撞之後 合體 碰撞之後合體 合體的一瞬間 問這個速度 那你就帶這個公式 昨天我們說碰撞之後 你就可以當成是直心速度 就帶直心的公式 所以碰撞後會有一個速度叫做 V PRI VPRI 那第二小題 VPRI就會等於 N1加N2 N1 V1 加N2 V2 那N1今天是M N2今天是2M N2今天是2M 所以底下是3M 上面的話是N1 這時候要乘上這個速度 N1 N1是M 那乘上根號的GL 那再加上2M 乘以0 因為 第二個物體一開始不動 所以結果是 1 3分之1的 根號GL 這是第二小題 碰撞之後的 碰撞後合體 的速度 碰後的初速度 因為它接下來又要變慢了 接下來它又要往上盪 那它要往上盪又會變慢 所以我說這個是 碰撞之後的初速度 那第三小題是要問的是 碰撞瞬間的繩子的張力 碰撞瞬間繩子的張力是多少 那繩子的張力就跟上一次 其中考也是很類似 我們曾經有放過這個 從一半這樣盪下來 然後問各位說 那個繩子要是幾倍的體重 還撐得住對不對 還有人記得嗎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之前有播過一個影片 有一個人從很高的地方 盪鞦韆 盪下去 那它的高度大概是 繩子是水平的 然後這樣盪下來 這樣盪下來 到最低點那個繩子 它必須要承受的張力 是幾倍的體重 還有人記得嗎 請回答 有印象嗎 之前有看過一個影片吧 是幾倍是幾倍的體重 有沒有印象 就是它這樣從一個平平的台子 那它的繩子是這樣子 然後盪下來 盪下來到這一個繩子拉直的時候 那個繩子要是幾倍的體重 好 那同學不太記得了 那其實今天的概念就是差不多 我們那時候其實做的方式就是 你要先算出速度 然後算向心力 然後再去算正向力或張力 就是我們前面也有一個學習單 就是說 你一個圓嘛 然後 你如果到最下面的時候 速度是 速度是根號5GR 我們之前在介紹靈界速率的時候 速度是根號5GR的時候 那它向心力 它的向心力 我現在寫會擋到 我現在寫會擋到 速度是根號5GR的時候 它可以剛好繞一圈 那 速度是根號5GR 你用mv平方除以r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向心力是5mg 向心力 就是mv平方除以r 那它在這一點 它的速度是5GR 跟它5GR 那帶進去 5GR 乘以m除以r 就是5mg 可是我們那時候說 在這點不是只有張力 這支點 它的向心力是 這樣子 可是在這點 它不是張力就是向心力 因為它本身還有受到重力 那所以像這種情況下 張力要是多少 神子的張力 神子的張力要提供多少 有沒有印象 請回答一下吧 這個在黑板最右邊的情況 對啊 就是6mg 張力就會是 張力是向上 然後mg 向下 t-mg 才會是 向心力 t-mg 才會是 向心力 那所以t 就會是6mg 這個之前的 之前的 內容 那今天也是類似的 其實就是說 那你這樣子 撞下去以後 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已經算出v'就是 就是它的 這個就是v' 那接下來就一樣的做法 就是 怎麼算它的張力 因為它接下來就要往上盪了 所以它代表的是 它在最下面這裡 做一個 圓周運動 那它要往上盪 它要往上盪 就是要有一個向心力 它才可以繞一個圓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個向心力向上 但是這個向心力呢 是神的張力 扣掉重力 就這樣而已 就跟這邊的做法一樣 好 好 好,我們等黑板乾掉一下 對,謝謝陳鵬安有回答出來 就是張力就是6MG 速度是跟號5GR帶進去變相性力 相性力的公式 那所以相性力是5MG 可是相性力是由兩個力來合成的 張力以及重力 所以張力扣掉重力 是相性力 那你再把重力移過去 就變6MG 我發現那個陳鵬安說6MG 可是不是我那個問題的答案 如果你是臨界速率 臨界速率的那個情況是6MG沒錯 但是如果你是從一半的地方盪下來 從一半的地方盪下來 不是6MG 不是 各位算算看好的 因為想說都是老師在自言自語 各位有沒有辦法算出來 如果你是從一半的地方盪下來 如果你是從一半的整個圓 整個圓周的一半這樣盪下來到這裡 從這裡盪到這邊 那請問這個張力是多少 請問這個張力是多少 MG 有回答的就有加分 那回答不對也沒關係 那從這邊啊 就像那個盪鞦韆的人啊 從這個繩子是水瓶狀態 從這個繩子是水瓶狀態 這樣盪下來 盪到這邊 它會有一個速度 那這個速度是用你的這個高度換 重力未能換來的 動能 然後向心力 再去算它的 速度帶進去變向心力 那向心力再去算它的張力 各位算上看 這是加分體 我們還沒有算完啦 這體還沒有算完 可是希望各位先會算這個 我們再來算最後這一個範例 課本範例的答案 沒錯啦 是3啦 那各位其實 還是有學到 老師覺得感動 就是 各位還是有記得怎麼算 好那 所以今天其實就是 我們把這個V'帶回去 向心力公式 那你就會得到向心力 再用一樣的方式 去找出繩子的張力 所以 它等於就是在這一瞬間 在這一瞬間呢 它有一個速度 然後這個速度是剛剛算的 3分之 跟號 GR GL 3分之跟號 GL 那 帶進去向心力公式 所以它在這一個瞬間 它的向心力 就是 這裡要帶 3m 它的質量是3m 因為它是2m 所以3m乘上它的平方 所以變成 9分之GL 然後再去除以L 然後再去除以L Nv平方除以R 這個是V平方 它的平方 所以這樣L消掉了 就會變成3mg 3mg 3mg 那 回到剛剛說的 要張力扣掉重力 張力扣掉重力 才是3mg 所以最後就是 張力扣掉3mg 因為它現在是3m 所以才會等於 3分之mg 那這樣算完就是339 所以移過去的話就會變3分之10 所以張力是3mg 所以張力是3分之10mg 不過沒有位置寫了 我寫過來好了 那寫在哪裡 第一小題先 插掉好了 好 那就講到這邊了